曹操提拔了那么多忠臣良将,为何司马懿夺权时,没人站出来尽忠?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,接下来就和各位一起来了解,给大家一个参考。 事实上,当司马懿夺权时,之所以无人站出来反对,之所以无人为曹家尽忠,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。 高平林之变 魏明帝曹瑞临死前,留下了两个托孤大臣,一个是曹爽,一个是司马懿。 不过,虽然曹爽和司马懿名为共同辅政,但曹爽的权力其实比司马懿大的多,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所以在两人的竞争前期,司马懿一直处于下风,为了避免和曹爽硬碰硬,司马懿甚至一度处于半隐退的状态。 然而这一切都在高平林之变中发生了大变。 正是十年,公元249年,小皇帝曹芳带着曹爽等人前往高平林,祭拜魏明帝曹瑞,结果他俩一出城,司马懿就发动了夺权之变, 而且此次夺权,出奇地顺利,司马懿并未得到多大的阻碍,便占领了曹魏首都洛阳,令天下大惊。 事实上,即便司马懿占领了洛阳,控制了曹魏朝堂,他的实力也是比不过曹爽的, 因为曹爽不仅是曹魏大将军,掌控了曹魏的兵马,而且他还有大司农印,掌控了天下粮草。 更为重要的是,曹爽手中,还有小皇帝曹芳,可以说,此时的曹爽,要人有人,要粮有粮,要大义有大义,他的获胜机会非常大。 但令人意外的是,曹爽最终竟然被忽悠瘸了,选择了投降司马懿,令众人大跌眼镜。 任谁也没有想到,占尽优势的曹爽,竟然会选择投降,而曹爽投降以后的结局,也并没有像司马懿所承诺的那样,一时无忧,可谓富家翁。 相反,司马懿直接将曹爽全家给抓了起来,一灭三族,再次令天下人震惊。 自此以后,司马懿的野心彻底地暴露了,他击败曹爽并不是为了曹魏,而是为了自己。 斩杀曹爽后,司马懿并未将权力还给曹家皇帝,反而是紧握权力,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朝野,逐渐控制了朝堂。 后来历经司马师、司马昭、司马炎两代人,司马家终于篡位自立,成立了西晋,令人唏嘘,那么问题来了。 司马懿夺取曹魏大权时,为何曹魏忠无一人站出来反对呢? 当年曹操提拔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,为何他们就不站出来反对,为曹家尽忠呢? 事实上,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,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。 曹爽败光了路人员。 曹爽是曹真的儿子,又和魏明帝曹瑞关系不错,所以他一开始的人缘不错,众人都非常喜欢他。 然而当他被任命为托孤大臣以后,情况就发生了巨变。 一开始的时候,曹爽觉得自己根基不稳,所以对外表现得非常谦卑,在司马懿面前,他就如正常的小辈一样,试试询问司马懿的意见,这给众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。 然而当曹爽把大权都拿到手以后,他就开始嚣张起来了。 他不仅大肆打压司马懿,逼得司马懿隐退,而且他还大肆欺压同僚,在朝中肆意安插自己的亲信,使得众人对他怨声载道。 除了这些,曹爽对于皇家也非常不尊重,对皇帝,他直接强行霸占妃子,对太后,他强令太后搬离寝宫,远离权力核心。 可以说,就曹爽的这些行为来看,用嚣张跋扈都不足以形容,他也就差没有篡位了。 曹爽的所作所为,已经属于乱臣贼子的行为了,但凡对曹魏有点感情的人,都对曹爽非常愤恨,可以说曹爽已经把他的路。 人员给败光了,在这种情况下,司马懿和曹爽争斗,众人理所当然地会选择支持司马懿,反对曹爽。 司马懿演技好,骗过了所有人。 虽然很多人说,司马懿应是狼固,狼子野心,一直图谋篡夺,曹魏天下,但事实上,在高平林之变以前,司马懿一直是以忠诚的面目示人的。 早在曹操时期,司马懿就已经出来干事了,而且他还做了曹操的秘书,秘书这个职位可不是谁都能干的,因为这个职位可以接触到许多机密,不是深受信任的人,根本不可能担此要职。 可见曹操对司马懿是多么的信任,这也从侧面说明了,应是狼固的说法,纯粹是子虚乌有。 当时的司马懿还非常弱小,根本不可能有心染指大权,他当时的演技也不可能骗过曹操等人。 曹操死后,曹丕上位,司马懿的地位随之水涨船高,在曹丕和曹职竞争继承人的过程中,司马懿坚定地站在了曹丕一边,所以曹丕上位以后,非常重视司马懿,每次他出征时,司马懿都留守后方。 而且,当曹丕去世时,他还任命司马懿做了托估大臣,可见曹丕对司马懿是多么的信任。 曹锐上位以后,司马懿在抵抗诸葛亮的过程中兢兢业业,为曹卫守住了半壁江山,此等功劳,并曹卫众人敬佩。 而且,司马懿年纪这么大了,曹锐愣是不让他回朝廷任职,反而经常让他在外征战。 而对于曹锐的安排,司马懿也没有丝毫怨言,一直尽心尽力地为曹卫工作,这种行为再次赢得了众人的好感。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所以曹锐在临死前才会将司马懿任命为托估大臣。 可以说,在高平陵之变前,司马懿一直是以忠诚的面目示人的,当时司马懿历经四朝,身受曹操、曹丕、曹锐、曹芳等人的信任与弃种。 这种德高望重且年近古稀之人,根本不可能有篡夺大权的心思,要不是高平陵之变,司马懿在历史中的评价,很可能就和诸葛亮一样。 当时的曹魏被曹爽搞得乌烟瘴气,众人心中都憋了一口气,就期盼着有人站出来牵头,司马懿的出现,正好满足了众人的心愿。 在大家看来,司马懿是曹魏的大忠臣,他现在站出来,完全是拨乱反正,而且即便司马懿有私心,那也只不过是抢夺曹魏的权力,他不可能篡夺曹魏大权。 于是曹魏重臣都站在了司马懿一边,帮助司马懿忙前忙后,曹魏太后甚至给了司马懿一道圣旨,帮助司马懿占据大义名分,在众人的支持下,司马懿成功夺取了洛阳的控制权,开始和曹爽对抗。 遗憾的是,众人都被司马懿精湛的演技给骗了,按照司马懿的承诺,曹爽只要交出权力,便可免于一死。 但是司马懿却直接一灭了曹爽三族,这让众人看到了司马懿的恐怖,在此之前,权力斗争都没有这么残酷。 司马懿这种不讲信用,将竞争对手赶尽杀绝的行为,使得众人明白了,司马懿的野心,绝不仅仅是击败曹爽,他想要掌控曹魏,篡夺曹魏天下。 然而此时司马懿大事已成,众人虽已发现了他的野心,却已不是他的对手了。 释迦大族的推波助澜,曹操确实提拔了不少的忠臣良将,但是到了高平陵时期,这些忠臣良将的后代,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了。 曹操死后,曹丕继尾,为了篡夺,汉室天下,曹丕和释迦大族妥协了,为曹魏的覆灭埋下了伏笔。 中曹操一世,一直在和释迦大族做斗争,但是曹丕的行为,却直接给了这些释迦大族燃指权力的希望,九品中政治,更是堵死了寒门之路,使得曹魏的大权,逐渐被释迦大族的人所把控。 曹操提拔起来的那些忠臣良将,大多不是世家子弟,所以在曹丕的政策影响下,这些人的后代逐渐落魄,没办法进入曹魏高层,即便他们仍然忠于曹家,也没有那个实力和司马懿对抗。 另外,由于曹职的原因,曹丕对曹家人一直有很深的防范心理,以至于曹家后人都被养废了,再也没有了前两代人的锐意进取。 在司马懿和曹爽的争斗过程中,这些人根本没有能力去帮助曹爽。 而且由于曹爽投降得太快,那些还在观望的人,根本来不及做出有效措施,司马懿就已经获胜了。 事实上,经过几十年的发展,世家大族已经掌控了曹魏的方方面面,司马懿本身也是世家大族中的代表人物,他想篡夺曹魏大权,必须得倚仗这些世家大族。 而世家大族想保证家族长盛不衰,也必须打压曹家,支持司马家这个氏族。 所以说,在世家大族的推波助澜之下,司马懿取得了最终的胜利。 总的来说,司马懿夺权时,之所以无人站出来反对,主要是因为以下三个原因,一,曹爽倒行逆施,败光了路人员,大家都想看他倒台,二,司马懿演技精湛,骗过了所有人,大家都支持他,以为他是曹魏忠臣,没想过他会篡夺曹魏大权,三,世家大族和司马懿达成合作,在背后推波助澜。 对此,你是怎么看待的呢?欢迎留言讨论哦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